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一台九寶田GT3 再二十出頭馬的耕耘機會衝出來 今天是我們客人來試說 這種小型的耕耘機打玉米田 到底可不可以 因為修耕要檢驗的關係 這些玉米都來不及收就要打掉了 現在這台車出來了 你看看這台車到底有多大台 這個玉米田直接就給它撲下去了 這台車GT3 真的有 不愧是GT的名字 算是還蠻可以的 你看它的高度多高 沒有辦法說像那種大台車打到漂亮 但是這個再凹一次或兩次 再過兩天再把它再打 相信效果會更好 這台車大概就是在二十出頭馬而已 這台搭配一米四 這台搭配一米四 直接把它打下去 雖然本身的效果比較粗 但是 就是給它多多幾次了 放起來就比較漂亮 主要是說像打起來還算是油率 也有效率 也有效率在 小台車自己打過一遍 因為這油很省 一分地才三十十塊而已 打過一遍太陽曬一曬 在第二遍 在第三遍 那就可以像我們旁邊一樣 勾勒出來就可以進財 很方便 不用說每次都要叫大台的打 大台每次打就一定要一大片 做工也只要一大片 還是說用秀武自己拿出來也很辛苦 如果自己有一台小耕耘機的話 自己想要什麼時候打就什麼時候打 不用看人的臉色 這主要是說方便 像這種小型耕耘機 就像我們轎車摩托車一樣 做工車還不省錢 可是就是方便 想出去就出去自己買一台車 耕耘機也是一樣 自己有一台耕耘機想打就打 方便了許多 像我們選過的機械 農機 我們盡量都會以機械式的為主 第一個 操作簡單 第二個 日後保養維修也比較方便 故障力也會比較降低 這是我們客人 今天來試車 偷偷拍的 剛好在試車 我們客人來就直接讓他舔你試車 試說這個馬力到底夠不夠 是不是符合他們作業的需求 打一趟試不出來 就讓客人整片打 打到他們覺得認可說 這台車是符合他需要為止這樣 所以你不管去哪裡買車 很少有地方可以讓你這樣試車 因為你一定要試車 你才能感覺到說我們要有效率 跟實際上 實際上 他的馬力跟我們打起來效果 是不是能匹配 有時候你買 就算你去別 去一個地方看了一台車 很漂亮 很便宜 可是你回來不能用 那還是浪費 這個是說給大家一個觀念 不是說車便宜就會好用 車便宜 結果回去馬力不夠 或是說不適合自己用 那也是叫一種浪費 我們這個客人也是第一次開 他第一次開 剛剛約一約交了五分鐘就上手了 剛剛只讓他 叫他開一趟 剩下他就可以有辦法自己駕馭操作了 只要原則上會開車或開貨車的人 就能輕鬆的 來學習這台車 這種車在路上時速 大概就約對二十公里 也不會很難操作 像我這個客人 一下子開上來 或開車一下就上手了 操作簡單又方便 小小一台 也不佔空間 還像這種刀管卡槽 他吊那麼高 你做個小板凳就可以除草了 有卡意物什麼 要穿一些雜草 拿小板回來 清清的很方便 清清的很方便 我會拍照